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雷鸣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 欢迎 来 了解一下这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提案 我们两个的家庭和成长环境完全不同 你不能总是用你的标准来要求我 不断地否定我 凡事都要有一个限度 你的抠门让我难以忍受 你对我的所作所为让我感觉不到一点爱意 你为什么就不能和异性有一点边界感呢 你这样真的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你不觉得你自己太双标了吗 你对我的控制欲那么强 自己和异性相处却那么肆无忌惮 这样的爱情我接受不来 有请就对情侣有请 小翘 22岁来自河北滑板教练 有请 小颜 22岁来自天津主播 有请 欢迎老魏 这个大学同学是吧 对 社团里认识的是吧 没错 什么社团 滑板社社团 谁追的谁 我追的他 现在好了多久了 现在一年多了 我跟他在一起这一年多 他身上大大小小的毛病也都出来了 谁身上没点毛病呢 可是他这个毛病我感觉一般女孩都接受不了的 那你说说他有些什么毛病吗 我发现他这个人特别的抠门 假期的时候呢我们两个是异地 我在天津他在河北 然后我们见面的方式呢 就是他这次来看我 我下次去看他 然后只有我这次去看他之后 他才会再来找我 这件事我感觉这个问题不大 毕竟我们也不是刚处那会热恋期了 你找我一次 我找你一次 这个是很正常的嘛 那他来我这里之后 我们两个的交通方式呢 就是乘坐地铁去买票的时候 他就慢慢拍下意识地往我身后躲 我就想这意思就让我买地铁票呗 这我要打断一下 你说我地铁逃票这个事 我当时刚来天津 天津这边地铁我也做不明白 我看看这边地铁是用哪个软件了 怎么扫码了 我就顿着一下 然后你给我买好了 现在揪起来说我连这票都好 那你说我跟你在一起一年多了 我过生日我想要一个包 然后你老人家送了我一个帆布包 你当时上大学那会儿 天天上下学背书 嘴里边说要一实用性点的包 我给你送一香奈儿的包 这么大点 一盐盒子都装不进去 那儿哪有帆布包实用啊 那我出去之后 我出去玩 我不可能就背个帆布包吧 我装口红 我把口红装帆布包里是吗 那你那么多包也不是就哪一个包啊 还有有一次我脖子特别痛 我的意思呢就是 你给我买个电颈按摩仪 然后等了一周了 他给我买了一个五睡优行枕 就是十块钱二十块钱网上的这种 你看他又是在用一个物品的价值 来衡量我对他的感情 他当时那会儿说的是脖子不舒服 他可没明白得过 说我要一按摩仪 他说的是脖子不舒服 然后想要个什么东西 他当时那脖子就是大学那会儿 天上在教室上自习 在桌子上趴睡觉给闹的 我给他一五睡优行诊 我想他在教室坐着睡能舒服点 我想从根本上解决他脊椎这个毛病 我打住你一下 我那个时候跟你说的 我脖子已经很痛了 我当时就是想要一个按摩仪 帮我按摩一下 减轻一下我当时的疼痛 你给我买那个东西 根本就是没有用 我送你那会儿 我也不知道你脖子 已经那么严重了 我要知道那么严重 后边我再给你买一个按摩仪 问题也不大 还有有一次我跟他要一个香水 您才他送了我一个什么 他送了一个六神花露水 当时就说这个味儿 哎 还挺好闻的 是我也觉得可以 你乐什么呀 我从小就爱用六神 对啊 特别好 我们都用六神找的 挺好的呀 你看各位导师也说了 我这做法没不合理的 你还说的 那小朋友还顺便爬 我当时特别无奈 是的 我想纠正一下 就是女孩子嘛 她平常有什么话 她从来不跟你明说的 她都是靠你猜 她出去的时候 她没说她要的是香水啊 大夏天出去约会了 说哎呀 我这蚊子咬一包 那蚊子咬一包 初吻那香水 能有六神好使啊 你想一下 我跟我姐妹们 我一起去吃饭 吃完火锅什么的 味儿味儿大 我不可能从我包里边 把六神掏出来喷吧 六神它也盖得住味儿 行行行 听不明白 抠是吧 我开始我以为 她只是对我这个人口 后来我发现 她就是一个抠门的人 她对她朋友也特别抠 她买了两盒周黑鸭 我问她怎么回事 她就说 我摄友过生日 我当时就一点愣 人家过生日 你带两盒周黑鸭回去 然后没想到 更奇葩的操作出现了 我们在回去的路上 她可能就是感觉 这两盒都送人家 有点吃亏了 她吃了一大盒 我当时就感觉 有点不太好意思了 我就买了个蛋糕 让她拿回去了 这个她又以偏盖全 那我摄友这件哥们 我摄友的生日礼物 他生日前一天 我就给他送过去了 那两盒周黑鸭 不是给人礼物 就男生嘛 一帮男生九角啊 周黑鸭不比那蛋糕下酒啊 那蛋糕它是好些了 拿过去之后 往那一愣 我们一桌的人 就没人吃就 你看你看你不知道了吧 前面送过礼物了 对 送过了 他送没送礼物 我是没看到 我就看到 他给人家准备带两盒的 感觉自己吃亏 自己又吃了一盒 这个本来就是 我那走半道上 我想吃了吧 也解释了 不解释了吗 这就无所谓嘛 我们经常被人误会 还有他对我抠 对他朋友抠也就算了 这都可以忍 对 然后他第一次来我家 就是见我父母 第一次见我父母 他带了两瓶酒 挺好啊 这么听着是不错 我爸爸把那个酒拿过来 一看那个牌子 听都没听说过 我也是第一次见长辈嘛 送什么我也不太了解 你说这个酒 确实我不太明白 我就直接去网上搜的 该送什么的 跳出来第一个链接 就是这个 我承认 花钱这方面 我可能算得确实轻一点 但是你闷心自问 我对你到底好不好啊 主持人您说一下啊 他现在要求我 微信回复24小时 随时待命啊 我是一滑板教练 经常要摔跤的 我手机不能随时装在身上 我为了他响应他这个政策 我给自己买了块智能手表 他那微信一响 我屌就一震 因为这事 我滑板的时候摔好几跤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经常给你发消息啊 为啥 我就是因为 我想知道他在干嘛嘛 我担心他嘛 我每天下午两点多到七八点 就是我的上班工作时间 他也是知道的 他一直在工作时间跟我联系 我忙不过来啊 那你干什么事情 你跟我报备一下也可以啊 让我知道你在干嘛呀 那我以前的时候 我每天两点多 我不都给你报备吗 时间久了 我以为你就知道 这是我工作时间了 所以主持人 你认为他的生活的改变 就要对我变了是吗 不 我没听说 他有什么改变的呀 他有改变呀 他之前都跟我报备 干什么事情都给我报备了 现在他都不报备了 要报备啥呀 各自工作嘛 这这不很正常吗 我就上班了 我还跟你说吗 不正常啊 你要求什么呀 我没听懂 我要求的就是 他干什么事情 都要给我提前发热消息 告诉我他去干嘛了 我上个厕所先请示一下 我要去洗手间 能去吗 这个生活里不累吗 孩子 他就是感觉 我当时微信都是秒回 现在我经常不回复 那工作了 跟以前上学的时候 毕竟不能比啊 对啊 所以他做了什么 让你觉得那么紧张呢 就是我感觉 他这个变化 让我现在有点不太能接受 工作原因嘛 有的时候会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你不用解释 你还怎么对他好了 你说每次出门约会的时候 他都迟到一个小时 你就相处一年多了 次次迟到 我也从来没怪过他 然后在有每次出门的时候 我要挂一个小包包 全部让他用的东西 吃巾 纸巾 雨伞 充电宝 怕他晒黑 怕他挨娇 我都准备了全部的东西 我认识他之前 我出门一个苦口袋就够了 我认为这个是 作为一个男朋友基本素养呀 这是做爹的基本素养 不可能女孩出现 带这么多东西吧 背着这么多东西怪陈的 可以做得不错 还为他做过什么 还有他们当时宿舍搬行李 他们一个宿舍女生 我为了在他社友面前 留个好印象嘛 他们宿舍女生 大件都是我给搬走的 这是你自愿的 我让你搬了吗 你当时跟我说 给人留个好印象 那我不得上手吗 在场就我一男的 这不就是周瑜打黄盖 一个怨打怨挨吗 这会儿称我怨打怨挨了 那还有一回他要一手办 也不便宜 大半夜三点钟 我就给他排去了 我那天白天上班 晚上给他排一通宵 第二天白天我还得上班 但是呢 那个手办我没有排到手 你知道吧 这个问题他确实也不是我的 是的 回去之后他埋怨 我一顿说 没用 你当时为什么不加劲 找作为黄牛 我当时我执着于的 不是这个手办 是他空着手回来 我当时我也等了他好久 等了他一晚上 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手办 我等了一晚上 那你为什么不是 一起跟他去排队呢 当时就是我身体 特别不舒服嘛 我就告诉他 那你帮我排一下去嘛 所以他排那一晚上 他不累对吧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我当时就是特别生气嘛 之后呢 之后我就因为这个吵架嘛 我完全不知道 我空着手回去 他还要给我生气 我以为他会体谅我的 我排了一晚上 后来随时他就给我拉黑 每次拉黑 我都要费好大劲去哄他 那你想不想过 为什么拉黑删除你 我要是不在乎你 我能拉黑删除你吗 这个是个什么逻辑我 就是女孩子嘛 为什么是在乎要拉黑删除 就是女孩子嘛 如果这个女孩子 都不关心这个男生 都不关心这个男生 不在乎这个男生了 管他再不在自己 微信列表里呢 都不会在乎的 我拉黑删除他 只是为了证明一下 我在他心里 到底重不重要 还是没听懂 就是把他拉黑删除之后 如果我是在他心里 十分重要的话 他肯定会立马把我加回来 用任何办法 你都拉黑我了 我干嘛要立马把你加回来 你就是向我宣誓说 你黑了吗 我不就走了 不就得了吗 可是办法总比问题多 他肯定有别的办法找到我 这不就是琢磨 你们好好谈个恋爱 有问题说问题 老拉黑干嘛 就感觉他那么找我 我在他心里还蛮重要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重要感 是这意思吧 理解了 理解了 他说他现在没有安全感什么的 我感觉应该更没有安全感的是我 啥意思 就是我慢慢地发现 他这个人控制性特别地强烈 我跟男生正常地交流 他都不允许我 他那也不是正常地交流啊 你说跟男性朋友一块了 说个话嘴对耳朵 脸都快亲一块了 跟哪个男朋友他受得了这样啊 大学教室那么多人 我不可能我撕着嗓子跟人家吼吧 我肯定要贴到他面前跟他说去 那也不是什么着急事 我感觉可以换个时间段 再说有男朋友了 我感觉应该跟其他男生保持一点距离啊 他说的距离是跟我说这个距离 跟所有男生这个距离 这没问题啊 社交距离啊 那我上地铁怎么办 他告诉我无论在哪儿 跟男生都要保持这个距离 你这不是较劲吗 你上地铁那个他拥挤 他就是拥挤嘛 你正常的社交距离 就是要这样的社交距离 差不多嘛 那我感觉他不让我跟男生说话 这也挺过分的呀 你为什么不让他跟男生说话呢 这可不对啊 这方面我对他可能当时也有点误解 但是我也不是说是个男生 我就都不让说话呀 就当时那个行为让我吃醋很不好受 就男生咱们不说 他连女生都不让我跟女孩出去玩 没那么变态啊 大部分女生我肯定不太管过的 我说的是身边极少部分几个女生 那有的闺蜜天天带她去蹦迪酒吧 回来之后她也不裹报备 然后闺蜜玩完之后 还经常给她耳边灌输什么思想 你男朋友怎么做是爱你的 怎么做就是不爱你的 她给我公式化了 然后说我要是你 我就跟你男朋友分手 你这个哪受得了啊 如果我身边我一两个朋友 这么劝我分手 可能是人姑娘的问题 那我身边所有朋友都劝我分手 有没有想过是你自己问题啊 喂 我当时跟你身边那帮朋友 搬行李那会儿 他们可没说我这些啊 对 你都已经那么讨好他们了 他们还是执着于让我跟你分手 那更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不是 你到底在你的朋友面前 怎么说这个男生呢 让你的朋友觉得 你们必须要分手才对 我就是有的时候会在我朋友面前 吐槽一下嘛 所以说这是你描述的问题啊 但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他表现得也比较抠啊 我的天哪 你这个男生不是跟一个女孩谈恋爱 是跟一群女孩谈恋爱 我现在已经搞不懂了 你知道吧 因为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我们吃饭什么的 他就是 那不是个人负个人的吗 你们穷学有什么钱啊 他就精打细钻到跟我 要A到每个菜 那就A呗 不是啊 比如我喜欢吃这辣子鸡 我点的辣子鸡 然后他喜欢吃八枕豆腐 他只付他那个八枕豆腐的 那份菜的钱 我朋友看到这儿 就有点看不过去了 说你男朋友真抠 听明白了 抠的话题 我已经听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你说他控制你 对吧 不让你跟异性说话 同性朋友也控制 还控制你什么 然后呢 就是我在上学期间呢 玩那个短视频平台 作品底下 但凡看到那个头像 是男生的话 无论是人家赞美我呀 还是跟我要聊工作呀 他都一一回复过来 说这是我女朋友 啊 以后不要再来打扰了 有一些评论 确实我看了不好受 而且他那个短视频平台 一直没有公开我的 他不公开我 还不能让我自己 公开一下自己了 这个号是我之前 我没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已经开始 在做这个号了 这不重要 不重要 我了解他的想法就行 然后呢 你有权利不公开 那是你的权利 对 后来之后 因为他呢 我就很少发作品了 然后后面就会有一些 那个广告商找我 让我接下广告之类的 他知道工作人员 是男性的话 他就直接替我拒绝了 然后呢 每次我开播 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会来进来 一有粉丝给我送礼物 他就会在底下 不拉不拉说一大堆 说这是我女朋友 他已经有男朋友了 大家不要再来送了 之类的 这个我也不是挨个一一回复的 是有时候他那 给他送礼物的 一个四五十岁年龄 能大到几轮 送完之后 背后还要私信什么的 那人家送礼物 是为了支持我呀 这个 这恋爱谈的 因为我之前线上的话 就会有一些广告商什么的 现在线下直播了 不就直接给开工资了吗 就是做那个门店直播了 是吧 对 然后呢就是有一天晚上 下班比较晚 有一个同事 他就是热心肠 他就说挺晚了 哎呀 那个小妍我送你回家吧 也顺路嘛 他就送我回家了 到楼下的时候 他刚好过来 给我送夜宵 让他撞见了 当时就和我同事吵 我当时左右为难 你说那顺道回来 你顺道小区门口的 大马路上还不行呢 你顺进小区 你又顺进丹圆楼楼下了 我一过去 拎着宵夜看着脸的 说说笑笑的 我心里面肯定不舒服呀 大晚上的 那你同事送你回家 你不可能就 你跟人家拉了个脸子 苦瓜脸吧 还有一个更加过分的是 公司难免会有聚餐 喝了点酒 他那时候把电话给我打过来了 他听出来我喝酒了 一会儿他就过来了 当着全公司那么多人的面 对着我灵老鼻子 就跟他说 我女朋友那个身体不好 这么喝会进急诊的 然后拿起手机 意思就是要吓他们 要打120这意思 说着要让我们公司倒闭 反正当时我就是想找一个地缝 钻下去 他那胃本来就有点毛 他不能那么喝酒 女生认为这都是男生在控制你 是吧 对 但是我感觉综合一看 我感觉他这人还有点双标 啥意思 就是他在我异性方面 要求我这么严格 然后他自己呢 上学的时候 他是滑板社社长 然后社里会有一些小学妹之类的 我当时下楼买饭 然后就看到他牵着一个小学妹的手 不是 你这个说清楚 牵着手是在什么状态下牵的 教学啊 我一社长 我教那些新手 应该是有着滑板的 但是当时那姑娘好像没有在滑 那是在滑呀 新手进来了 我怕他们摔着 我给他们拦一下子 也就那一回让他看见了 一直说说了好久了都 还有什么呀 他也开始玩短视频了 会在短视频平台 上传一些自己比较帅气动作那些 在那视频上传上去 然后下面就会有一些小民们 就会评论一些 啊学长好帅呀之类的这些话 他都一一地回复 那个是我们社团里边 朋友我都见过面的 不是陌生人 礼貌性地回复一下 那为什么私信什么的 你还要跟人交换微信呢 这个是人家上来之后 问我这个社团怎么入 刚进来要买什么版 没有问私人问题 我给微信的 也是看那些 有意愿加入我社团的 我才给人家 我让人家入社团群 我得有人微信才能拉呀 就是他毕业之后参加工作 他是加入了一个俱乐部里 当一个专业的滑板教练 然后他们俱乐部最近呢 推了一个组CP的一个活动 是他和一个女教练组CP 然后呢会拍一些 特别亲密的一些海报啊 短视频呀 那不就是工作吗 宣传吗 但是我看到就特别不舒服呀 我每次我去找他的时候 那么大的海报 在他们那个店的门脸上 那摆着 俱乐部人要求的 我就是手里面一个打工的 我也不能不干呀 那你不会跟你领导说一下吗 我有女朋友了 他看到这些 他心里会很不舒服 我想知道女朋友这个词 在你的心目里面 这个词有多大 我感觉应该要占据 她生活中一半吧 不 我觉得这个女朋友 这三个字在你的心里 比天还大 就好像一旦你是一个谁的女朋友 就赋予了你无上权利啊 今天你来干嘛 让她改一下 她自己那些抠门啊 控制欲啊 还有我所说的这个 双标的这个问题 其实说白了 就是没有按你的想象 和你的标准来嘛 是吧 对 还喜欢她吗 毕竟在一起这么久了 还是有感觉的 喜欢就是喜欢 别毕竟 还喜欢她吗 好 可以回答 接着再问 还受得了她吗 还好吧 还好 我就不问了 还好就意味着 跟你的交往过程当中 有一部分是在忍受你 可是我也在忍受她呀 OK 所以你们来到这儿了吗 是吧 来 各位老师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 一起进入秋皮特的地方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她抠门 对你抠 对朋友抠 她对自己抠吗 嗯 她对自己也抠 那也就说明 对你抠得很 对自己抠得更狠 我说这个话的目的是 抠门并不是导致你们现在两个人忍受的原因 你当了主播以后 见到的人也更多了 认知的事情也更多了 你内心还现在真的看得起她吗 她走上社会以后更明白 漂亮的女生 漂亮的女生我们也会多看几眼 你不但吃醋 而且想去控制 控制得了吗 面对这样 面对这样缤纷的世界 我想 你有这个能力吗 所以一句话 你们还有能力维系你们的恋爱吗 既然已经到了冷受的程度 何必再冷呢 如果不合适 分手吧 什么叫一家人 我跟你说什么叫一家人啊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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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力气再去扛多余的东西了 这个你要是说可能是经过一定的岁月了才能够懂的东西的话 那么现在对于您来讲 当你批评男朋友说你送我一个帆布包仅仅是因为帆布包本身的价值不行的时候 那是你的问题 你可以批评它不用心 你可以说比如连挑个帆布包你都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 因为帆布包上你可以有各种图案 你可以有各种涂鸦 有各种主张 但是你没有在那个上头看出独具匠心 你只是为了省钱随便凑合地买了一个 你可以这样批评它 但是你不能够嘴里头只说 因为它只是个帆布包 你这么扣一去应该来自于家教 对吧 这是从小被培养的美德 你也觉得我需要靠自己一点一点的努力 为我们的未来创造更好的 包括五千我为什么只花两千 因为我要为未来未雨绸缪 对吗 这是家教 但是就是这一种家教 其实是你不要的 你要的是那种最好带带都富 最好他现在即使穷 后头也有富爸爸撑腰 你要的是那种人姑娘 但是你为什么选他呢 因为他满足了你内心里头需要的另一个东西 叫随从 假如没有一个随从 怎么能够显得你 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你在他身上能拿到的价值 到今天为止已经全拿满了 你再往前多拿 就是毁灭 到今天为止 你跟他分手 你之前塑造的人设 你已经塑造完了 任何一个追你的新的男孩子 你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 我不爱慕金钱 我不爱慕虚荣 我曾经跟我的男朋友苦哈哈的 就那么过过一年多 你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 我年轻 我可能的确有一点爱慕虚荣 我的确还没有被岁月洗礼过 我没有沉淀下来 我现在就是想过一点 轻松一点 闪亮一点的日子 我想尽量靠我自己的能力去取 我也没有用不正当的手段 你可以这样大大方方地说 但是他连你这样大大方方地追求 他都会死半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 他本身 说到你的问题 你比他好不到哪去 小伙子 这么节俭的 你不知道他是对你来讲 是个奢侈品吗 你不也就需要用这样的一个女朋友 来向人人展示你的价值吗 别看我要什么 可能没有什么 但我凭一个好的滑板技巧 就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天仙一般的妹妹 哄到手 一哄一年 别看我女朋友天天说我不为她花钱 怎么着 哥就是有本事 不给女孩子多花钱 女孩子也能跟我一年 为什么哥有魅力 哥滑板滑得好 你用了各种方法 留他在你身边 证明你自己的价值 但是此刻的你 已经开始在毁他 你见不得他好 见不得他成长 你也没有拿这个时间来成长自己 你不但穷 而且你现在不死进去 你的脑子里头只想转住他 然后有一天 你们两个人会成一对怨偶 身上的那一点年轻人的朝气 帅气和美丽 都荡然无存 所以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是时候收手 面对已经成长了的自己 独自走一阵吧 现在很多年轻人谈一场恋爱 把所有的边界全部都突围了 似乎这个女朋友赋予的概念 比老婆赋予的法律概念还要大 她可以管她的交友 她可以管她的生活 她可以管她的事业 她要管一切 那么请问 你管我这么多 你能对我负责吗 暂时办不到 那你凭什么管她 男生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对人家负责吗 做不到 那你凭什么管她 交什么样的朋友 你凭什么管她 选择什么样的工作 你们的权利从哪儿来 这就是特别糟糕的一种恋爱关系 这就是你们爱情的真实的现状 恋爱已经消耗你们了 别谈了 能分手 今天是最好的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咱们也相处一年多了 中间也有好的回忆 也有不好的回忆 今天到这儿 还是有些不舍的 但是 听完各位导师说的话 我感觉 也有一部分道理 我会继续改变 谢谢你这一年半以来 对我的照顾 我承认这个过程中 我有一些行为特别过分 有的时候甚至 严重地影响了 你日常的生活吧 在这里还是想跟你说一下 对不起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 做预测吧 双不出 都不会出来 一个月打一个月挨 我觉得双出吧 来吧 看结局 请开门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说不再相信爱情 其实 那是因为你们看到的不叫爱情 现在很多的东西就是来自荷尔蒙的冲动 之后就是被放大的交换 那个真的不是爱情 所以其实 在一段彼此消耗的关系当中 分开 分开可能是他们学会为自己负责的第一步 祝他们分手快乐 祝他们成长快乐 祝他们成长快乐